本港楼市上半年饱受色摩困扰 地缘政局变化 及经济环境无喜悉拖后腿 令供应量积压至下半年 预料下半年最少27个焦点新盘海量杀入 涉及近2.3万火 啟德占4,660火载度成为单一地区供应重镇 至于整个新界区 则有过万火载成供应量仓 纷纷被色摩便镇压后推楼盘 如泛海00129 洪水桥都会嘉里00683 及顺治00083 牵头的王竹坑站第四旗海盈山 以及长实01113 游唐亲海一旗等 均堆积至下半年应时 届时新盘供应多达超过40个 当中属焦点项目也有27个 涉22956火潜在供应 估计真正空降市场的单位火数 或只有一半 以地区划分 新界最少10个大型新盘可望登场 涉及过万火单位 虽然盘数不算太多 但每盘均规模旁大 当中以顺治火加画 00173加里 招商局置地及港铁 0066的日出康城13期项目 提供2550火 新地 00016单市元朗的1号合思旗 及天荣站 两盘也提供2332火 集团下半年能否延续佳积 市场正式目以待 九龙区为第二多供应 占约8027火 单市启得已占近半数 继续成为市场焦点 中海外 00688 发展的维港 双鑽 加画牵头的启得海湾第一期 亦顺然至下半年 港岛区供应向来罕有 去年更全无新盘 今年尿有6个项目出击 随身发展区的黄竹坑外 北角及柴湾亦有新项目 市场上最期待的山顶 仲值度1号面世 且看淡市下 能否挑战Mount Nicholson的 亚洲纽黄地位